第七集 朱冲八似乎是自言自语 吴良说 你答应带我们一起去啊 对 朱冲八坚定地点头 又问他们 你们可知道 放火的援军到哪里去了 我们见这伙强盗 抢了些东西 往右边的这条道去了 嗯 好 这样 我听说 那位郭元帅是赏发分明 我们现在就去偷军 最好给他带点见面礼 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有利 朱冲八 冷静地思考着 望着吴良与花云 接着分析说 援军刚烧了寺庙里去 抢到东西的肯定落在后面 我们现在就追去 把落在后面的 朱冲八做了一个杀人的动作 花云无良一起回答 我们听师兄的 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奴役政策非常黑暗 汉人最受歧视 当时蒙古人杀死汉人 只需要交出一份埋葫芽 这种对汉人的歧视 使得当时所有的汉人都对高高在上的蒙古人恨之入骨 而到了元朝后期 这种黑暗的民族奴役越演越烈 许多汉人的汉人 许多汉人小地主和普通农民也纷纷丧失了土地 沦为殿户 这些亡人的小康之家 因为搅不起田租流亡饿死的情况不断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对援军的痛恨是铭心刻骨的 杀死蒙古人 是当时所有汉人埋在心底的声音 现在这三个和尚 不仅可以发泄心中的愤慨 还可以杀敌妖功 有利于自己今后的发展 于是这三个决定还俗的和尚 顺着右边的山道几组前行 他们渴望一报往日久迹的仇恨 更渴望用敌人的血 给自己的发展加把劲 有这样的念头 就这么三个人竟敢豪情满怀地去追杀 烧杀掠夺的援军 当他们艰难地爬上一道山梁时 心里不由得一阵地担忧 原来 落下来坐在地上喘息的援军 不止三两个 而是有十二个人 他们见了 都把担心的目光投向猪虫八 能对付得了吗 猪虫八从师弟们惊慌的目光里 读懂了他们想说的话 贬低着头 皱进了眉头不吭声 如同以往遇上所有棘手的事情一样 他已经不会有什么害怕 更不会有什么担心 这个时候 他就会尽可能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运用自己过来的经验和知识 好好地考虑分析 看看如何才能解决掉眼前这个棘手的问题 怎样才能收拾那十二个援军呢 他们的人比我们多 可是以前在豆腐房里 经常听到一些故事 里面有许多都是讲 以少胜多的英雄 遇到这样的事 只要你能利用对你有利的条件 有一个好的办法 就能够出奇智商 竹虫八这么想着 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杀人 是因为要好一点活下去 才去杀人 而且杀的又是仇人 我一定要想方设法 杀了他们 竹虫八也在心里对自己说着 又想了好一会儿 他终于抬起头来 望着花云无良 异常坚定地说 为改变我们的命运 只有去杀死他们 懦弱的人 常常被灾难去服 常常被屈辱狂叫 而只有勇敢的人 才能智慧地对待灾难与屈辱 并且在灾难与屈辱中 乘机兴起 显示其伟大 而朱虫八就是一位勇敢的人 朱虫八虽然想清了杀援军的必要性 也下定了杀援军的决心 可他毕竟是生平第一次来杀人 一颗年轻的心仍然不由自主地加快了速度 他冷冷地望着那十二个援军 非常认真地仔细观察着眼前的环境 他想到了往日里援军对汉人的凶残 更想到了被豪州郭元帅夸赞的情景 我必须杀了他们 朱元璋在心里再一次发痕地说 心跳渐渐平稳 头脑顿时灵光闪烁 他开始思考着解决援军的办法 一溜斜坡 从他们待着的山梁 一直延伸到山下援军休息的开阔地 从正面进攻显然是不可能 只要他们一露面 援军就会发现 如果他们绕道过去 顺着山梁走到尽头 然后出现在援军的侧面 是可以给援军一个突然袭击 但是援军有十二个 他朱重八 一个人对付四个训练有素的援军 已经是非常吃力了 而他的两位师弟 要各自打败四个援军 肯定是必败无疑 那么怎么办呢 朱重八苦苦地思索着 突然 他一眼瞥见山梁上的几根大木头 心生一迹 我们不能从正面来进攻他们 可以让他们从正面来进攻我们呢 到时候 我们居高临下 再利用木头石块 不把他们砸个稀巴烂才怪 把整个打法都想清楚了 朱重八暗自得意 他将师弟换到身边 详细地给他们讲了自己计划 说的两个师弟连连点头 直夸朱重八不显单 于是呢 这三个和尚开始了他们一生中 第一次杀人的大事情 他们将木头翻到斜坡边 还捡了一大堆石头 一切就绪 兄弟三人便亮开嗓子 唱起来了 天前魔君杀不平 不平人杀不平人 不平人杀不平者 杀尽不平方太平 什么呀这是 这是当时流行的伏击诗 那么这个曲调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歌词呢就是这样的 这个伏击诗 是红金军 在进行一些活动的时候唱的 只要谁唱这首歌 百姓便知道 他是红金军了 山下的援兵听到这样的歌声 顿时就惊慌起来 当他们看清山上只有三个和尚时 不由得勃然大怒 拿着刀剑 压压地冲上山来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当他们快到山顶的时候 只听猪虫八喊了声 推 两位师弟使出吃奶的劲儿 将一根根大木头滚下上来 援军这时候才知道上当了 想要回身 可是木头呢 早已经滚撞下来 一根接着一根 冲着它们砸下来 木头滚完了 又是大石头 一块接着一块 不停地滚下来 有侥幸没被木头撞的 又被石头砸 只是这一会儿 刚才是一个个压压弄叫的援兵 在痛苦的惨叫深淫以后 便都一动不动地撂在山脚下 显虫的血顺着他们的尸体流出 将斜斜的坡道染成了红色 三个气喘心虚的和尚 瞪着眼睛看着他们 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了一会儿 花云和无良 把目光转向猪虫八 那一次分明再说 咱们走吧 朱虫八朝他们点点头 从地上捡起一把援兵的弯钩大刀 走进一个援兵的身边 默默地看了一会儿 咬了咬牙 提起他的左耳一刀割下 然后再走到另一个援兵的身边 再割下 花云和无良 呆呆地看着他们的师兄 将十二个援兵的耳朵 一只只割下来 一只不明白 这是为了什么呢 朱虫八割完二十四只援兵的耳朵以后 用一根藤条穿起来 来到他们面前 他们还来不及发问 只听朱虫八说 走 我们投军去 三根香以后 朱虫八拎着十二对滴血的猿人的耳朵 带着他的两位师弟 出现在豪州城里 这年 朱虫八刚刚满二十五岁 万般无奈中 由一个吃斋饭的和尚 走去 做了一个挥刀杀人的军人 从这以后 朱虫八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仅仅十五年 就从一个士兵走上皇帝的宝座 造就了一个中国皇帝史上的奇迹 一切果然如朱虫八所料 他拎着的那十二对滴血的猿人耳朵 实在太引人瞩目了 他进豪州的第一天 便得到元帅郭子乡的亲子接见 郭元帅虽然说是算命先生 除了喜劫豪杰以外 本人呢 也是豪爽善斗的人 听说 这有个和尚 拎来十二对血淋淋的元兵耳朵 不免心存几分佩服 去 将那个和尚给我带来 郭子乡吩咐他的卫兵张正 不一会儿 张正便领着朱虫八进来了 郭子乡靠在帅衣上 斜眼看着那十二对滴血的耳朵 凝视了许久 这才把目光 扫向朱虫八的身上 身材虽然不魁梧 但是也称得上高大 特别是那颗硕大的头颅 那块突出的额头 以及尖销的下巴 这是张典型的倒三角形脸 这样的人 无疑从面向上看 都是相当聪慧的 不过最让郭元帅赏识的 还是朱虫八那身结实的肌肉 和厚厚的嘴唇 这身肌肉一定非常有力气 厚唇人 心识中勇 郭元帅心里一热 就问道 你是黄绝寺来的吗 正是 叫什么名字 朱虫八 朱虫八 你兄弟还多啊 现在都在哪啊 他们九年前就遭瘟疫 死了 哦 家里还有一些什么呀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这样 从今天起 你就跟着我 只要跟着我 到时候什么都会有的 这怎么成 没等朱虫八回话 旁边闪出了郭元帅的次子 郭天旭 副帅 这和尚刚来 能有多大能耐 恐怕就会悄悄目鱼 雪儿 你没听说他 制杀十二援兵的事吗 耳听是叙 严剑为师 和尚 你能生得了我中这柄剑 别让你做我副帅的卫兵 郭天旭说完 挥着剑直冲朱虫八 朱虫八 眼见这剑快刺到胸前了 也不躲避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他左脚突然向郭天旭伸去 同时蹲腰抬起左手 翻起掌猛击郭天旭握剑的右腕 还同时出右掌 击到郭天旭的腰间 郭天旭顿时丢剑亮枪前倒 要不是朱虫八 紧前一步抓住他的左肩 肯定是撞在厅前的柱子上 绝对是头破血流 后果不堪设想 承让 承让 朱虫八 双手左翼 对郭天旭愣然一笑 郭天旭满脸的羞愧 鼻子哼了一声 恼怒的甩手走了 好 好 郭子兴大笑起来 你不要理他 天旭啊 就这脾气 你含有智谋 武功不错 又懂得侵扰 朱虫八 朱虫八 嗯 这个名字啊 我给你重新取个名字好不好啊 愿听元帅的 朱虫八不卑不亢的回答 元章 你呀 就叫朱元章 可好啊 感谢元帅次命 朱虫八不卑不 похこと 感谢观看